大家好,我是阿公 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腌萝卜这么好吃呢? 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辣麻辣 这样也吃出来的萝卜 酸甜脆爽,可以味又下饭 而且可以当年食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条白萝卜 我们用削脾气去掉外皮 现在的白萝卜特别的便宜 今天,我这条萝卜才花了八毛钱 把萝卜皮全部去完之后 我们再把头尾贴掉 然后我们再把萝卜一分为二 接着,我们再二分为四 腌萝卜好不好吃? 改刀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把萝卜切成镰刀片 也就是第一刀和第二刀连在一起 到第三刀切断 这样切的镰刀片吃起来就更加的脆爽 片也不要切太薄 切成一个硬币后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腌制萝卜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硬石鹽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硬手抓拌均匀 硬石鹽腌制出来的萝卜很容易回软 吃起来就不脆爽了 而且白糖还可以蒸和萝卜里面的辛辣味 我们尽量的都抓拌一会儿 使每块萝卜都裹上白糖 抓拌均匀之后,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针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子切成薄片 大蒜我们可以稍微多放一些 增加蒜香味 全部切成薄片之后,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老姜 同样,我们把老姜也切成薄片 老姜可以增加食欲 全部切好,和蒜片放在一起 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准备一些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用放 辣椒可以增加颜色和增加辣味 全部切好,放在姜蒜一起 另外,我们来调一个碗汁 空碗中加入一大勺生抽 再加入一大勺的盛醋 再加入小半勺的白醋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 半勺鸡精 再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接着,往碗里面倒入多一点的矿泉水 或者是纯净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腌萝卜要好吃 料汁是关键 这里大约是500克萝卜的一个料汁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我们把调好的料汁倒在锅中 再加入两个八角 再加入一小把的花椒 开大火 把花椒和八角煮出香味 这个过程大约要两分钟左右 称分地把香料的香味煮出来 接着,硬露熟把里面的料汁露出来 把料汁倒在一个空碗中 自然放凉 现在的萝卜也腌制得差不多了 也腌制出了很多的水分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清洗 如果硬生水清洗的话 很容易坏 准备一块蒸屉布 然后把萝卜放在上面 接着,我们把萝卜里面的水分 全部剪干 有沙布的也可以硬沙布 我们要硬粒 把萝卜里面的水分全部拧干 这样腌制出来的萝卜 才非常的入味、好吃 把淋干水分的萝卜放在大碗中 加入切好的葱姜小米辣 再下入凉透的料汁 戴上薯套,我们把萝卜慢一下 使所有的萝卜完全的清入在料汁里面 我们腌制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靠上保鲜膜 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晚上 烤味更佳 这是我冷藏一晚上的萝卜 我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接着,再发瓣均匀 现在的萝卜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我们把萝卜存在碗中 就可以慢慢的响应了 一道酸甜脆爽的腌萝卜 就这样完成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样腌制出来的萝卜 只要不沾生水或者是油 我们放上半年都不会坏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并转发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